各位学员,我来帮你介绍这个class table的这个函数 我们介绍过这个妈妈等级的就是class table的这个数据项 那这个妈妈的数据项是各个对象可以共用的 但是不属于各个对象,它是属于妈妈的 那这种呢,我们称为叫做class table的这个数据 也称为呢,它是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 那么除了数据之外,我们还有共享的函数 就是我们还可以定义呢,叫做static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妈妈的函数,也就是class table的function 就是静态的函数 那这静态的函数呢,它不能存取一般对象的数据 所以妈妈的只能存取妈妈的,不能存取小孩的 那小孩的却可以存取妈妈的 同样的,妈妈的函数呢,就静态的函数可以调用 这个妈妈的函数不可以调用一般的函数 那一般的函数反过来,小孩子的函数呢,可以调用这个静态的函数 来存取静态的数据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例如到employee里头有两个妈妈的数据 有两个妈妈的数据,一个count,一个上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函数呢,有两个函数是静态的 在这里,有两个函数是妈妈等级的 一个是number of object 就是问他这一个妈妈到底生了几个小孩 所以呢,他会return这个count 那另外一个是计算这个他的小孩的薪水的平均值 好,那还有一个静态的在这里 总共有三个 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平均值呢 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一个他会扣这一个 扣这个 静态可以扣静态 OK,静态可以扣静态 好,那静态不能扣一般的 好,一般的可以扣静态 OK,他的概念就这样 小孩子可以存取妈妈的 妈妈的不行 OK,好,所以我们这里就 创建一个employee的对象 好,创建一个对象 OK,然后 这个创建的对象之后 那么再创建另外一个对象 然后再把它显现出来 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建过的两个对象 建过的两个对象 这样子可以算出来 他们的平均值了 OK,好,再来 当你要调用静态的时候呢 调用静态的时候 然后,那这个你要用employee点 这是调一般的 一般的 这个因为你这边写的是对象 那表示呢 这个是对象等级的函数 那如果是静态函数 也就是class level等级的 那你就必须用class点 class的名字点 所以呢,一般的函数呢 在处理对象的数据的时候 它的格式是 对象参考点 一般函数 那调用这个函数的目的 是来处理这个对象里头的数据嘛 那么静态函数的目的呢 静态 静态函数的目的 并不是处理对象的内容 而是存取妈妈的这个数据 那这个都是跟整个类有关的事情 所以呢 它是用类的名称点 这个静态的函数 OK 那在例如说 这一个我们在这个main program里头呢 有一个employee.display average 那就是调用这个静态函数 调用静态函数 OK 所以要用类名点 因为这个class level的函数呢 并不是存取特定的对象的值 所以它不能去 也没有必要去调用一般的函数 OK 不过一般的函数倒过来 可以调用这一个静态的函数 所以才能够存取到 这个妈妈的这个数据 所以display 啊 啊 这一个 啊 display呢 这是一般的 啊 一般的函数 就是小孩子等级的 它可以调用妈妈等级的函数 这没有问题 OK 它可以调用 但是倒过来 啊 这个静态的函数呢 就不能调用一般的函数 OK 好 它只能调用像average这种静态能够调静态的 好 所以静态的只能存取这个静态的资料 好 不能存取对象里头的数据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ndroid的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我们学会的这个静态的变量跟静态的函数 那么对我们来理解android的代码呢 是不是有帮助 对不对 所以android的activity这个对象 啊 它可以发出一个intent来启动 就送出一个message来启动 ValcadeReceiver对象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代码咯 看看代码咯 OK 好 那么 这个activity送出一个intent的对象 那么 这个ValcadeReceiver呢 就会来启动 它的这一个 启动它的对象 OK 这我们再来 这边再来分析 OK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叫BlockcaseReceiver 这是一个 啊 G类 啊 这就是G类 叫做Blockcase的Receiver 啊 那我们 写一个子类 写一个子类 OK 好 那这个是 啊 onReceive的意思 就是说 当 这一个 啊 有听到 当 这一个 啊 这个Receiver呢 啊 接到了 这一个 onReceive 啊 就是说 接到信息的时候 那么 他就会来 调用 这个onReceive的 啊 函数 啊 就是 当外来 有送 这个广播型的 信息的时候 那么 这一个 就会来 调用 onReceive 这个函数 那onReceive 的时候呢 对不对 他就会 这个AC01 就是一个 类名 那这个 就是 啊 这个类的 这一个 静态的 函数 啊 那是静态的 函数 啊 所以呢 他就会 把这一个 啊 静态的 函数呢 啊 去取出 妈妈的 这个 资料 妈妈的 数据呢 把它放在 这一个 啊 小孩的 这个 对象里头 OK 那 之后呢 再透过小孩的 对象 去把它 显现出来 OK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类到底在做什么 啊 OK 这个AC01 是一个子类 是一个子类 然后这个 AC01呢 这个类里头呢 有一个静态的 一个 变量 啊 就是 这个妈妈等级的 里头呢 有一个叫 Current Object 啊 Current Object 啊 这样子的 一个 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啊 他会来记录 啊 目前 啊 的这一个 对象 就是说 AC01 那目前是 创建了一个小孩 好 那妈妈 设了一个 这一个 变量 他放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 他呢 指到 他的 那个小孩 啊 指到这个小孩 OK 好 那 这一个 静态的呢 那怎么去指到小孩呢 啊 所以 啊 他是 在这一个 啊 在 onCreate 就来 这个是进到那个Object 他就把 this 因为这个 this就指到 这个 Current Object 所以就把 这个 this的 这个 参考呢 把它放到 这个 Current Object 把它放到 Current Object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只要我们 取得这个 静态的 这个值呢 我们就可以 知道 现在的 Current Object 是什么 然后就可以 送给Current Object OK 好 那这个是 在这里 就是说 那在这里 有一个静态的函数 啊 他可以 透过静态的函数 来 取得Current Object 啊 Current Object OK 那 我在 这一个 在用这个例子 在这个来说明 用文字来说明 啊 首先呢 在 AC01的类里头呢 用一个 用一行代码 那宣告一个 静态的 这样的一个 啊 参考 静态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是一个参考 他会参考到 那 AC01的 这种 对象 就是小孩 就是 在 在这一个 AC01的妈妈里头呢 啊 定下一个 叫做 Current Object 的这一个 参考 或是指针 啊 Current Object 这样的一个参考 好 然后呢 啊 他 产生这个对象的时候 然后这一个呢 妈妈这个指针 会指向 他的小孩 那因为AC01 他只会有一个小孩 啊 正常来讲 所以呢 他就指向他唯一的小孩 OK 好 那这是 所以呢 就 啊 因为现在小孩子 外面不知道 比如说 我现在那个 Broadcast Receiver 我现在有一个对象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小孩是 是哪里 所以我没办法呢 取得他的 Reference 所以我没办法 扣他 啊 没办法扣他 所以呢 我可以找妈妈要 的意思就这样 就是 妈妈会 有一个指针 会指到他的小孩 好 那 别人呢 想要跟他的小孩沟通 那么他可以找这个妈妈要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 这个执行 onCreate的时候 啊 那这个是属于Instant Label的 那 这个Reference就是指向 啊 这个目前 这个小孩 所以他就把 这个Reference 目前是参考到 小孩 所以Current Object 所以把这个Z10的 值呢 这参考呢 把它放到妈妈的 这个Current Object 因此这个妈妈 就 有一个指针指向小孩啦 就指向小孩啦 OK 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 当这个Blockcase的Receiver 接到一个信息的时候 那么他就找妈妈 找妈妈 问他呢 去调用 静态的函数 就调 这是Static的 静态的在这里 这是静态的函数 去问妈妈 说你的小孩 在哪里 就是Get Activity Object 就是问他 妈妈你的小孩 在哪里 所以呢 这个 妈妈就把他的 小孩 的Reference 把它传回来 传回来啦 在OnReceiver这里头 就用一个 小小的变量 把它存起来 把它存起来 OK 就是 这里啦 就用 他 他扣他的 这个静态的函数 扣他这个静态的函数 去 把这个值 挤出来 挤出来啦 在这里头 OnReceiver呢 就用一个 Activity Object 就用一个 Activity Object 的变量 来 把它存起来 所以 这个Activity Object 也是指向 这一个 小孩 目前的 唯一的小孩 所以呢 就可以 调用 这个 透过这个 小孩 的参考 去显示出 这个 Message 就是这个时候呢 他就 调用了 这个小孩呢 的Display Message 调用这小孩的Display Message 去把这个信息 秀出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小孩的Display Message呢 就是去Set Title 因此呢 在UI上面 就看得到了 UI就看得到了 因为 所以 这一个 在Activity的任何的函数 都可以去Set Title 就是 他是小孩子 Level的函数 都可以Set Title 所以 他是透过妈妈 去抓到小孩的参考 然后 就可以 调用小孩的 这个函数 来 把信息呢 丢在 这个UI上 所以 这是 这样子的 奏法 OK 好 那 这个 这一个Receiver 什么时候会接到 这个Message呢 这是 由 AC01 去发出一个 这个 这个Broadcast 出去 给他 所以 首先呢 创建一个Instance OK 再来呢 就是 这个Instance 发出 这个Message 发出一个 Message 给他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 从这边 发出去的 从这边 发出去的 OK 发出去 这个 Alarm 这个Service 就透过 Android的Alarm Service 然后 把这一个 把它 把这个 P 这一个 信息呢 把这个Broadcast 的信息呢 就把它 发出去 那发出去 之后 这个Broadcast 的Receiver 就接到了 对不对 接到了 所以是AC01 这个类 里头的 Instance 发出了Message 给他 那么 他接到了 他再来 跟他妈妈 要说 诶 这是 你小孩子 送给我的Message 但是你小孩子 的参考 在哪里 所以就问妈妈 说你小孩子 参考在哪里 所以那这就是参考到 这个AC01的小孩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来调用 这个AC01 这个小孩 里头呢 叫他去 显现出来 一个Message OK OK 那 那如果不去问他 那么 这个Receiver呢 并不知道 AC01的小孩 在哪里 他就没办法 调用他 所以呢 就没办法显示在UI上 因为UI呢 基本上是由 Activity掌控的 Activity掌控的 OK 所以他 去把他 送一个Message 给他 然后 他就 他就问 诶 是你送给我的 那你是 你在哪里 所以他 就问他妈妈 就找到的小孩 就是 小孩 送一个广播型的Message 给AC01 AC01 就是 小孩子送一个 给 这个Receiver 给这个Receiver 那 这一个 这一个是在Receiver 这个是Receiver的 所以 这是AC01的 这是AC01的 所以AC01的 这个小孩 AC01的小孩 送一个 广播型的信息 给他 然后呢 他才问他 小孩的妈妈 说你的小孩子的 指针在哪里 所以妈妈就 告诉他 我的小孩子在这里 所以他就 透过 这个来 叫小孩子呢 把这EY 把信息 秀在UI上 OK 那这一段 就是在讲这个 那这个格式呢 你看出来 这就是类名 然后这个就是 静态函数 有没有 那静态函数 只能存起 静态的数据 所以呢 静态函数 存取了静态的数据 OK 这是没问题的 都合乎以法的 那他的格式呢 就是 类别 加上静态的函数 有没有 所以就调用到 这个静态的函数了 那在这个静态的函数里头呢 他就存取了 这个静态的变量 静态的数据 好 那他就把静态的数据的值 把它传回来 传回来 好 那 这是 从这个妈妈传回来的 所以就 就 用一个 变量 来把它 这个 记录 这个小孩子的 因为他传回来 小孩子的参考嘛 所以这个就参考到他小孩 所以呢 就可以调用 那小孩的 Destroy Message 把他修出来 那这个Activity Object就对象参考的变量 因为他是参考到 目前这个AC01的对象 就是小孩的 因此呢 就可以透过 这个 对象参考来 调用一般的函数 所以这是 这是 参考到小孩的 所以 调用一般的函数 所以他是 对象参考 调用一般的函数 那就可以 这一个 调用到 这AC01的 类别的 Display Message 来显示出来 OK 那 这一个是属于一般的Message 一般的函数 是定义在这AC01列别上面 所以他就可以把信息显示在UI上 OK 那 这只是Android的理由法上面 要记得要写一个Receiver 要写在一个Receiver OK 那我们待会再来谈这个C++的净碳函数 OK 谢谢